不一樣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相信他們做的是成功 我必須要拿出錢 因為才叫相信 所以要知道要自己掏錢 所以我跟我媽借了錢 我媽也毫不猶豫 因為她說兒子啊 這是我退休金 沒了就是沒了 OK 所以有個好的爸媽是好的 接下來我繼續講過去 在他們之前犯了非常多的錯誤 那個錯誤是可能沒有找到我 但是OK 但是那個錯誤是一個美好的經驗 我也相信跟他跟我們講 這已經是最低谷的 只有反彈的可能 OK 接下來他們還是不斷的燒錢 因為我投資進去的 其實是養我的薪水 養公司 我知道我跟他講說 我投進去只有燒一年的份 如果這一年燒完了 我就應該退出 這是我對我自己的人生交代 所以我在這一年 一定要想出方法 讓這家公司去賺錢 這時候我的熱情又來了 因為有兩個人 以前他們這個人很少 現在又有熱情了 這時候我們就三件客出來 三件客出來 我突然覺得我悟入叢林 因為我發現他們的財務坑都還真大 但是你只能往前走 因為你已經跳入這個火坑 所以我每天就背著一個背包 然後就開始跑業務 我兼的責任可多了 我掛的責任可多了 因為我叫總監 總監就是業務行銷 所有東西助理全部都是你做 那他們兩個做什麼呢 一個每天都是寫程式 另外一個呢 就是策略方向以及設計是自己兼的 所以大家都在監察 OK 這就是我們的創業開始 我覺得我悟入這個叢林以後呢 我要如何說服自己相信這條路 在這一年的過程中 不是錯的決定 你必須說服自己 當你說服的時候 你就不再去想這件事情 我的答案是 誒 怎麼 看不到 答案是呢 其實我認真地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我付出了我媽的錢 因為我付出了我前面好的工作 因為我對這兩個要交代 我非常認真看待這件事情 我相信這件事情一年一定要成就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成 這是我的辦公桌 我的辦公桌就是我的會議桌 我的會議桌是我的一切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辦公桌 OK 也就是會滴水的那個地方 旁邊很好 因為有一個飲料 就是這個開水 那我繼續講下去 夢想呢 其實在我的創業過程 我們發現我們開始有員工了 我們開始努力 我們像一個西遊記一樣 什麼叫做西遊記呢 西遊記的意思是說 一開始 對不起喔 有點暗 一開始有一個人創造一個夢想 就是那個很會燒錢的 他說 這個是一個西方取經的過程 這是一個網路夢 後來他做錯了 因為他忘記這個夢 沒有方向是不行的 所以他找了他的高中同學 來當了唐商長 結果呢 他們覺得唐商商還是不足的 他必須要找一個會開拓他的疆土的人 就是我 因為我就是做業務行銷的 這樣子還是不夠 後來我們就去找了一個安安 笨笨的人 他就負責在家裡接電話 守城 凡事什麼事情都要記得 他像沙霧鏡一樣 當然我又請了我的業務 是我現在的業務經理 他就像豬八戒一樣 不是指那個豬八戒 是他是火弱我們的團隊的人 他是讓這個公司氣氛 感覺還有鬥志的人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的團隊 我們每天呢最開心的就是一起動腦 因為學習會讓你產生熱忱 如果你不再學習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自己做的 當初的決定是多麼的愚笨 只是因為一股火 一股熱情 當然呢 你從從中學習 如果又可以賺錢 那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知道 這次的學習會不會賺錢 我們只知道珍惜每一次的學習 無論是跟客戶的經驗 無論是跟夥伴的討論的經驗 都是學習 那時候我們賺了一桶金 一桶金不是來自於我們的營收 而是來自於這裡 怎麼說呢 我們去參加了新創事業獎 我很會寫VP 因為政大就是在教我寫VP 所以我拿了第一名 拿了第一名以後呢 第一筆錢拿到30萬 我很開心 公司第一次有30萬的貫注進去 結果我的執行長果然是唐三仗 他就跟我講 悟空啊 把30萬捐出來 公司可以舉辦第一次旅遊了 所以我們把30萬投資在旅遊 我問他為什麼 他果然是有慧根的 他說 我們是要為了賺30萬來這次西方取經的嗎 答案不是 所以我們把30萬拿去做員工旅遊 而且去了澳門去做賭 所以創業就像一個賭注 我們去了澳門 帶了一次員工旅遊 帶了家卷 跟他講說 其實行了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錢會不會燒完 當然後來很高興錢沒有燒完 我發現有一件事情 是我在創業的過程中感受到的 志向 是什麼叫做志向 就是你一般的工作水準是不夠的 你一定要超越你的水準 在這個產業裡面 你一定要超越別人 所以你每天要大量的大量的閱讀 大量的大量的認識的人 去拜訪客戶 去壓縮自己的時間 唯有超越 你才有在這個產業可能成功 這就是我們公司的這個尾壓 我們發現 除了這樣子 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要讓我們的員工 也要發揮他的潛力 或者只有靠我一個人的力量 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團體呢 越來越吸收各種好手 這些好手是新鮮人 是社會新鮮人 甚至有些根本就 才是工讀生 然後過了半年才會出社會 我相信他們的潛力 因為我相信網路是未來的時代 他們最了解 他們要的是什麼 我給他的只是一個passion 告訴他一個樂趣 很高興的我們公司 在我們一起努力下 我在半年進去以後 讓這公司損益平衡 一年以後 我沒有離開這公司 一年以後 真的正成長 而且每三個月 一季 他就成長一倍 我們的人數也一直成長 從原來的五個人 到現在我在這邊演講 我們又要搬家了 現在大概是四十幾個人 我們又來成立三家公司 短短的時間 我們大概花了三到四年左右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 我覺得 因為這群人加入我們的夢想 我有責任更多了 以前我覺得 我一個人就 垮了就走了 現在不對了 做老闆以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 你的夢想 在員工聽起來是假的 你要給他一起點燃說 你也加入我們 我一定給你夢想 所以我們把賺的錢 又拿去做員工旅遊 和投資設備 去開更大的 給他們更好的地方 這是長字來拍的 所以大家是比較喜樂的一面 OK 這是我們現在公司的這個 這個 做法 我們七月四號 又要搬到一個 一百多坪的地方 這是我們接下來 更大的夢想 在這個經驗裡面 我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會說這條路 好像走得還算順遂 因為你沒有看到我的苦 但是我後來回想 其實我的苦都忘了 為什麼忘了 我也忘記了 因為好像看了 好像就是這樣子過來的 短時間內我發現 我自己成長了不少 因為我自己也犯了不少錯 我從中學習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創業每個人都可能有 但是呢 但是我們要為我們的今日 昨日 因為他都會流到我們的 血液裡面 還會成為你成功的下一步 我發現很多人問我說 那你到底怎麼開發業務的 我那時候想了一個突發奇想 我那時候在最艱困的時候 我一個人的時候 因為投了這個 新創試驗 得了第一名 他們就說 Jerry你還蠻會講話 蠻會掰的啊 你叫網路行銷 那你來教一堂課吧 我就說好 我來教一堂課 那學生反應還不錯 從此以後 我一年大概開60場課 包含企業內訓 所以我的客戶就是我的學生 所以學生的時候 他們讓他聽我的 我又有一群負擔 因為一年算下來 大概要交兩千個學生 如果兩千個學生 有一百個來找我做新校 我要負擔這一百個人的責任 希望他能夠更成功 所以這就是我業務開發的技巧 但是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而是我要講的是 創業的過程中 我希望我的員工 都可以開啟他的天賦 如果他願意踏入這個夢想的時候 他一定要開啟 因為他開啟的時候 就是我們更成功的時候 謝謝各位 謝謝